有透過視訊APP成功的救人一命 在臺北的捷運西門站月臺 有一名七十歲的長輩 突然間昏迷 情況相當的危急 當時站務人員第一時間求助 119還使用視訊的APP 把現場的畫面 及時的傳輸回消防局的勤務中心 透過線上指導進行CPR 以及AED電擊器的急救 順利的把婦人搶救回來 通知救護車了 4號是不是 對 我們剛剛已經有通知過了 只想說 捷運站月臺 婦人突然昏迷 站務員連忙上前急救 撥打視訊電話求助 他現在人是 意識呼吸狀況都還是OK的嗎 他好像呼吸有點困難 嘴唇發指 婦人情況似乎很危急 電話那頭119執勤員 首先要求確認患者狀態 幫我確認一下呼吸好不好 你們先停下來 停下來幫我確認呼吸 你手放他胸口上 怕婦人情況惡化 要在救護車抵達前 盡力爭取時間 執行員隔著鏡頭 立刻進行急救教學 你們現場先直接幫他做CPR CPR 你們有拿AED嗎 有拿AED 你們先持續的按壓 壓到我們同仁跟您接受 11號下午2點半 70歲江姓婦人 突然昏倒在捷運 西門站月臺 好在賬務員夠急緊 救護車還沒到 就先協助婦人 恢復呼吸心跳 但背後大工程還有他 那時候透過畫面 其實有發現說 其實患者的狀況 有比較危急 所以就請他們 先停止搬運 快點馬上施作CPR 基本上就是在我們公司 第一線的一個服務人員 他本身我們就要求他要具有我們的急救人員的一個證照 他們都這個技能都是存在的 視訊119APP台北市從106年12月上線有54000人次下載 成功救援案件高達217件 這回還是第一次救回沒有生命跡象的病患 順利把人從鬼門關前拉了回來 接著學姐要問好台北采訪不到